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美食 我手里拿的这个食材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这是一条鳄鱼的尾巴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叫鸿焖鳄鱼尾 首先把鳄鱼的尾巴切成三厘米厚的大片 给大家近距离观看一眼鳄鱼肉的颜色 这条鳄鱼尾是从一只40多斤的鳄鱼分割下来的 这一块鳄鱼尾的重量在450克 下面开始腌制处理鳄鱼尾 首先切点少许的葱姜蒜 因为葱姜蒜有很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咱们要处理的鳄鱼属于养殖鳄鱼 这种鳄鱼在国内的市场很容易买到 鳄鱼的肉质和鳄鱼的皮都非常的好吃 炖够火候以后肉质非常的软糯 把切好的葱姜蒜用手抓碎 这样能帮助葱姜蒜更快的释放出本身食材的味道 能让鳄鱼肉更快的吸收葱姜蒜的香味 下入少许的黄酒去腥 下入少许的精烟增加底味 接下来的一步就要给鳄鱼尾按摩三分钟 这样能帮助鳄鱼尾更快的吸收辅料的香味和底味 腌制鳄鱼尾这一步总结一下就是去腥增香 而且还能增加食材本身的底味 给鳄鱼尾按摩三分钟以后 放置三十分钟腌制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烧制鳄鱼尾的辅料 去皮清洗干净的蒜子 少许的生姜切片备用 去皮清洗干净的大葱 切段备用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焖酱的调制方法 下入花生酱一勺 下入芝麻酱一勺 下入海鲜酱一勺 下入猪猴酱一勺 下入馍齿酱一勺 下入白芙乳一勺 下入南乳汁一勺 倒入少许的黄酒 用勺子把所有调味料搅拌均匀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红焖酱的比例 不仅可以烧鳄鱼 还可以烧牛肉 烧甲鱼 做出来的菜品味道非常的好吃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 下面给大家详细解说制作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把锅划一遍 这一步也叫做溜锅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这一步要煎制鳄鱼尾 在锅中油温达到七成热 下入鳄鱼尾 把鳄鱼尾肉质两面的表皮 煎制成焦黄色即可 用油煎制鳄鱼尾所起到的作用是 第一在长时间的炖制鳄鱼尾时 鳄鱼尾的肉质不容易散掉 第二也能起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重新起锅锅中加入少许的猪油 下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炒制葱姜蒜这一步一定要小火慢炒 把葱姜蒜慢慢的炒制成金黄色 这样能最大的发挥出葱姜蒜的香味 把葱姜蒜炒至变色以后 下入调好的红门酱 保持小火把红门酱炒出酱香味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烹入少许的黄酒去形增香 锅中倒入适量的高汤 下入煎好的鳄鱼尾 下入少许的老抽增加颜色 加入少许的精盐和白糖 开锅转小火盖上锅盖 慢慢炖制60分钟 也可以选用高压锅压制20分钟 炖制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用筷子挑出葱姜蒜 以免影响菜品美观 勾入少许的芡汁 使菜品的味道更加的浓厚 在锅中的汤汁完全的裹在鳄鱼尾上 即可出锅装盘 菜品的出品颜色属于酱红色 肥肥的肉质和皮非常的软糯可口 放上少许的熟青豆仁和鲜花 增加菜品的颜色美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您的点赞 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